黄色小鸭睽違十年重版高雄是掀起了小鸭旋风 青年局是结合了青创店家趁势来推出港快跑鸭的活动 将一万五千只的小鸭投入了大港桥竞速漂流 结果冠军鸭的编号主人是一名退休船长 青年局长日前是颁发了东京来回双人机票 恭喜他幸运获奖 青年局日前举办的港快跑鸭活动 冠军得主徐申申终于现身 他说没想到到青创店家吃个早午餐 居然因此获得大奖 店家跟我们讲说 可以你家消费满两百块 就可以拿一张卷 我们一共拿了三张卷 其中一张就是0097 抢搭黄色小鸭热潮 新年局结合青创店家举办港快跑鸭 小鸭漂流摸彩活动 而活动的压轴就是将一万五千只小鸭 投入大港桥水域尽速漂流 而最后冠军是由编号0097的小鸭 夺得 对应到的消费民众就是幸运的徐先生 他当初接到电话通知还一度以为是诈骗集团 没想到幸运之神真的降临 我一看哎呦怎么一天四五个人打电话给我 我想说这一定照样我还跟我太太讲说 现在诈骗很厉害呢 后来我跟我小女儿讲 我说她说老婆会不会我们真的中奖了 你去看看我们那个券 我说你券放在哪里 她说放在电视旁边啊 那我就去拿她说第一张一看不是没有 00971没有 第二张又没有 第三张00971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真的一万五千只那种机会很难得 这次的活动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在活动当天非常多的这个好朋友 一起集结在我们的爱荷湾那边看小鸭竞速 虽然呢当天的小鸭跑的比较慢 但最后我们还是有这一支跑第一名的 有这个徐大哥获奖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那今天徐大哥跟大嫂来到青年局 货搬这样子的一个商务仓的双人机票 也期待呢他们整个家族去到东京 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青年局长张一礼颁发投奖奖项 高雄东京双人商务仓的来回机票 徐先生笑得合不拢嘴 打算全家一起出国玩 而青年局也把这只幸运小鸭送给徐先生 希望让黄色小鸭成为全家的幸运物品